西游记第九十九回唐僧取经回大唐路过陈家庄时 忽然冒出一句名言来 自古道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恐为酒烟 失了大事真人是不轻易露像的 尤其神仙更不会随便现身 但是总有些事不便宜的地方 大都是画形现身 观音和目插上长安时就变成个借赖和尚 这就有意思了 好好的菩萨为什么怎么难看怎么变呢 这也是一种隐秘的方式 神仙们为了更好地隐藏自己的行踪 网都变化成最普通的凡人 越不起眼越好 太白金星变成一个主仗的老手 太上老君则变成一个瞎子 西游记里的女神仙们有几次出场 不过她们有一个奇怪的爱好 就是装寡妇 哭丈夫 哭儿子 先看观音菩萨有两次出场 第十四回 那老母道我有这一领棉不值多 一顶欠金花帽 原是我儿子用的 他只做了三日和尚 不幸命短身亡 我才去他寺里 哭了一场 辞了他师父 将这两件衣帽拿来 做个意念 长老啊 你既有徒弟 我把这衣帽送了你爸 有一次孙悟空气急了 就骂观音 该他一世无夫 说明观音是没有丈夫的 哪来的儿子 观音第二次出场秀是在四圣市缠心时 扮演一个女儿 四圣里同地位最高的是离山老母 老母却变个寡妇 娘家姓甲 夫家姓墨 三年前死了丈夫 甲就是甲的意思 墨估计就是梅 按古代妇女婚后改姓夫家姓 应该叫墨甲氏 或者梅家氏才对 照理说离山老母应该独自修行的女仙 不会有佳人 离山老母第二次出场是黄花观石 但见一个妇人 身穿重校 左手脱衣斩凉江水饭 右手执几张烧纸黄钱 从那乡一步一哭着走来 这形象也是没得说了 比真的还真 神仙修行都是很寂寞的 蓬莱三星就曾说我们还要养精 炼气 存神 调和龙虎 捉砍田离 不知费了多少功夫 尤其女神仙修行更是寂寞加空虚 难怪玉帝妹子要思凡 观音应该是对丈夫不太看重 孩子对她更有隐稀力 所以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要收走红孩儿了 离山老母反而对丈夫有种情节 可能是修仙太久 一则没有合适的人选 再则即便有动心的 可能凡人也达不到和她双宿双飞的境界 干脆丈夫就成了她心中隐藏的痛了 女神仙们平时修炼 身边不是弟子就是护法 一脸庄严不太好表现 一旦有机会释放一下 就把这些负面的隐藏的情绪都表露出来了 哭个儿子 哭下丈夫 装装寡妇 过过干瘾吧 古代妇女地位低下 从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在大街上遇到的机会不多 荒山野岭的更不会有妇女走路 所以能遇到单身的女人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比如儿子死了 丈夫死了 这应该是正面解释的一个理由 可是孙悟空并不是凡人 有必要在他面前装神弄鬼吗 最后还是回到开篇唐僧那句名言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神仙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才行 关注我 探索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